台妹搭外援,双打无阻,七人晋级 台北海硕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大会第一种子中国彭帅 昨天出战哈萨克·迪亚斯 结果彭帅表现不佳,爆人以2比6、2比6直落2输球 创下海硕女网六届以来,首次头号种子在首轮落马记录 攻击犀利的迪亚斯,顺利闯进16强 双打部分台湾女将昨天霸游掌握 詹井伟搭档日本老将伊达公子,6比1、6比2直落2进8强 詹浩勤与法国选手美拉德诺维奇,联手6比2、6比0获胜 双打第二种子沙凯真与白二葛沃索瓦搭档,也以6比2、7比5晋级 台湾女将总计有5组7人,闯计双打8强 但纯本土组合紧张注意 东新闻台北报导 在本宗上 耶,智能 啊 脑道